哈喽啊 是不是很熟悉 猜猜它是谁 对了 联想小新 有一年多没有录这款的维修视频了 这是为什么呢 一年前录这台视频的时候 打开了局面 刚开始那时真的停不下来 因为它真的坏得太太多了 它连系统都进不去现在 出问题之后自己重装了系统 装系统装了一半 突然死机重启了 然后系统也崩掉了 那我先直接给它换个硬盘 我们先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吧 问题不用说 大家也知道 花屏 蓝屏 死机不定时重启 各种现象乱七八糟的都有 这也是我很令我头疼的一点 故障不稳定 故障现象不明显 它如果是那种直接不开机的还好一点 像这种用一段时间蓝屏一次 用一段时间出一段问题 根本无从下手 我们现在都很少接这种电脑了 光测试都要好久 吃了半天终于出问题了 开到一半呢 直接黑了 屏幕没有显示 但是电脑还没有关机 灯还是亮的 简称 死机了 既不难屏也不重启 直接死机 强制关机 再开之后还是可以开起来的 依旧可以正常进入桌面 然后就这样不断的循环反复 在死机与重启之间来回徘徊 第二次开机呢 用的时间比较短一些 它很快就出现了蓝屏的问题 这个蓝屏呢 可能也没什么看的了 它里面拆开呢 就一块光兔兔的主板 硬盘我已经换过了 肯定不光螺丝的事 肯定也跟键盘没有关系 指定是主板出了问题了 这一款主板呢 大家也都知道 是低温锡的 所以大家自然的就把问题 故障点都怪给低温锡上面 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 等会我们拆开来看一看吧 重启了几次 现在已经进化到 进不了桌面了 一加载完系统就直接死机 那直接把它主板拆出来了 这个绑子很薄 然后呢 还是AMD的CPU 又是绑载了内存 各种buff点满了 能不出问题吗 这类故障 我们最开始需要都是重置内存的 那或可能出现一些花瓶的问题 花瓶或者重启 重置内存之后能好 但是过了一阵嘛 我们又发现CPU也容易虚汉 比如说像时间不准 或者是CPU反复接入 那肯定跟内存没关系了 后面我又开始重置CPU 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 发现重置CPU也不行 有一些还是会再坏 所以呢 我们现在修这一款 都是CPU与内存全部干一遍 但是有些时候 即使是CPU和内存全部干一遍 有那么一小部分 它还是会再坏 哎呀 真的是坏事了 很令人头大的说 我们先取CPU吧 先把板子加上焊台 先把CPU给拿下来 对好位置 然后直接开始加热 这个板子呢 它是低温锡 LTS的标志有的 所以呢 它拆它的温度不需要太高 就我们平常干有签的温度 就可以把它取下来了 低温锡也并不是原罪 用低温锡的电脑去了 哪个电脑像小新这样大面积的出问题呢 我觉得问题主要还是在板子薄与黑胶里面 黑胶呢增加了虚焊的可能性 板子薄嘛 它就容易变形 一变形 加上黑胶一挤压 就更容易虚焊了 好 那么CPU我已经取下来了 焊盘现在拆的还好 黑胶并没有太多的长留在上面 拆完CPU之后 开始取内存 发个板栽内存 挨个拆吧 取这款内存 我的建议是背面一定要悬空 因为它是低温锡 你正面一加热 背面的锡就融化了 此时呢 如果它一融化 背面有东西往上面一秤 那那些小电阻小电容 歪的连他妈都不能使了 拆还是蛮好拆的 低温锡不需要太高的温度 就可以取下来 就这黑胶麻烦了一点 但是它如果没有黑胶的话 它也没这么容易坏嘛 八个内存 全部取下来 反正气球一融化 轻轻一撬就起来了 先把这些芯片准备好 把上面残留的胶给清理干净 背面悬空了 所以上面的电容电阻都还在原位 这要是外一大片 那就真的头大了 相信修这款修的比较多的 肯定都遇到过这种问题 好 下面咱们来清理芯片 用烙铁 把上面的锡给刮干净 黑胶呢 也给它刮掉 这种黑胶还是比较好清理的 像SyncPod 那种真的是又臭又硬啊 联想或者是拯救者的黑胶还可以 可能配方不一样 小心点 别把芯片搞掉点了 清理完之后 我们用锡线将焊盘给脱平整 芯片这边处理完了 先送去洗干净 然后再来清理主板这一边 也是一样的操作 也是一样的手法 清理黑胶的时候 下手别太重了 容易给焊盘拽下来 有一些空焊 它是明显看得出来的 比如说它的焊点很平 没有吃到吸 现在这边已经清理干净了 主板这边没有掉点 芯片这边也都洗干净了 准备直球 直球之前呢 先在芯片上面抹一层焊油 然后用模具 把内存挨个固定好 摆上吸球 就整个维修过程 我就觉得清理焊盘与黑胶 是比较麻烦的 直球倒还简单一点 刚往对好位置之后 咱们直接撒吸球 这个钢网 它是用来刮吸浆用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用吸球好一点 正所谓三猪吃不来吸糠 我也实在不会刮吸浆 所以只能撒吸球了 把多余的吸球给扫掉 然后拿下钢网 然后拿下钢网 吸球就立正地摆在了焊盘上面 摆好吸球之后呢 咱们直接把芯片放在加热台上面加热 轻轻放上去就可以了 这个是中温的吸球 所以不需要风枪 仅仅靠加热台 就能让它融化 200来度就融化了 是吧 挨个老老实实的归位了 然后是CPU 内存这边我都已经植好了八个 CPU的直球就简单多了 直接拿钢网对好位置 然后准备两把镍子 先撒上吸球 挖干净 然后换个方向 再撒一遍吸球 就可以起活了 吸球摆好之后 直接用风墙搅热 挨个对着吹一遍 此时呢 吸球可能有点歪歪扭扭 我们可以在上面抹一层焊油 再吹一遍 这样的话 吸球就会变得力真的了 好的 CPU制好了 内存也都准备就绪 焊盘这边也都清理干净了 先装CPU咯 在最后吸球融化时候 咱们可以用东西 轻轻地推一推CPU 让它可以回弹回来 这样的话就说明 底下的吸球已经融化焊接到位了 CPU已经焊好了 焊得非常beautiful 测一下没有短路 那就没事 接下来可以装内存了 发个内存 挨个将它贴回去 正如我之前说的 这个板子薄 所以它的上热效果就不好 装芯片也比较轻松 直接就融化了 这个板子呢 是上不了无前的吸球的 如果把温度干到那么高的话 整个板子我都怀疑它可能会直接炸开 上面的零件肯定哗啦哗啦往下掉 测了一下没有短路 我们可以上电看看 如果能跑码的话 那就可以了 不知道能不能一次搞定呢 点一下触发信号看看 OK 有跑码的动作 那就没问题了 像CPU和内存那么多个脚位 如果有一个没焊好 那它就直接不跑码 或者是不开机 最近啊 我们这个大星修腻了 看吧 这都是 都是小星的大哥 AMD拯救者 也都是干CPU的 大星修腻了 我们修小星耍耍 系统我也给它装好了 再来继续测试一下 像这种修完之后 一般测个一两天 没问题的话 那就暂时没问题了 它之前出问题的话 差不多跑个两三个小时 就比较容易出问题 现在呢 连续开机三个多小时 CPU也一直在满负载的工作 都没毛病啊 这种低压的CPU 也跑不了多高的性能 温度还是有点高的 锁摸出风口这一块 还是很发热的 哎呀没办法 这一款就这样了 测了一晚上 都能稳稳的运行 那应该没问题了 再来最后一步啊 给CPU四个脚封胶 我们就不往CPU底下逛黑胶了 咱也没有啊 就只要在CPU的四个脚 固定一层固化胶就好了 不过这个板子问题也确实蛮多的 修了比较多的CPU内存 今天给它搞掉了 BIOS也容易坏 CPU供电也容易坏 硬盘坐子也容易坏 哎 碰到的太多了 这一年修了有几百台了 什么问题都有 后续也连续开机 开了一两天 都没有在南屏了 OK 咱们这一台就可以交货了 希望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了 首先 咱们再看看 咱们这四个脚尾 咱们 сво Ether 咱们再压倒 咱们再 sessions